第一次给老婆夹菜 给你个眼神 我咋了 第二次给老婆夹菜 有点过分了 我做错了吗 心里没点数吗 第三次给老婆夹菜 你没完了吗 你光给我妈夹菜 不给我夹 你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愣着干嘛 还不去追 胖胖胖胖 你这样能行吗 能行 要省五百块 还有点吗 爸爸帮我用计算器 看我算这道题对不对 啥题啊 还用计算器啊 你说出来 这直接就能给你算出来 买一只牙水 一千两百三十四元 牛是羊的十倍 喂十八头牛需要多少元 两毛钱 那咋是两毛呢 那还咋是两毛呢 九牛一毛听过吗 九头牛是一毛 十八头牛 那可不是两毛吗 来来来来 我给你两毛 你给我买十八头牛 快去 快去 你把人不回来 你也别回来了 他啥气啊 今天老师批评我了 因为啥呀 这还不是因为你 这跟我有啥关系 就是因为你 你看你够辅导是什么呀 清晰的反词是什么 你给我怎么说了 马赛克啊 没毛病啊 什么马赛克呀 清晰的反词是模糊 不是马赛克啊 再看这个 鸭雀无声的反词是什么 是好嗨哟 没错吧 还好嗨哟 我看你人生已经大抖了巅峰 鸭雀无声的反词是 人生顶废呀 再看这题 解释知足成乐的意思 你怎么教的 爸爸知道有人要请我做足疗 我非常的快乐 你这教的什么玩意儿啊 一个都不对 我觉得没问题呀 你学的是书本上的知识 我这都是社会实践 这题肯定是出错了 把24个人按五人排列 排成六行 该怎么排 这可能吗 可能 这肯定是初期老师写错了 怎么可能 24 除以五 等于四 余四 它最多也就是五排 怎么可能是六排呢 你画图它也不行啊 看 你看好了 先画个六边形 每个角站一个人 每边站三个人 这样 24个人 不就能排六排了吗 你这样对吗 你提UP来 要不就知道 哎呦不错哦 就你那质烧 一脑的抗抗 才把总资来 结婚成了暗龙玉玻璃 没有你吗 是 行行行 我不给你辅导了 后面替你自己做完吧 住手 有人 有 有人 油 有 胖胖 嗯 如果爸爸有一千万 你想要点啥 刚刚那个房门呗 太小了 我大老说 你真是天真 又不说是孩子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 首先我会给你买一套房 然后送你去最好的学校 剩下的钱 全都给你存钱 爸爸你真好 这算啥呀 爸爸都是为你而活的 爸爸的命都能给你 但是爸爸现在有个小孩 我需要你帮我 想借我两百块钱 我一千万都能给你 两百块钱你都不借 那也值得从一千万里扣呗 你觉得咱家是谁都有本事 你啊 真的呀 那你快说 那怎么有本事呢 虽然你智商不高 但你生了我这样聪明的女儿 你这是夸你自己吧 还嫌我笨 今天刘奶奶还夸我呢 人家说我脑子优秀 你听错了吧 人家说要是脑子优秀吧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给你准备点好吃的 就用不上咯 什么好吃的 爸爸我出了 其实你俩都不笨 咱俩好好聊聊天 你就说爸爸这颜值够不够帅的 你不好好聊天嘛 要聊这些不疑惑的干嘛呀 人之初性本善 不想学习怎么办 不嫌作业就完蛋 一心只想出去玩 明天考试怎么办 做小超四周快 成绩出来真乖快 早快跑出去逃难 爸妈被炒火要大 早餐只有手要大 不学习也不读书 脑袋空空的成步 最大的手 只手遮天 最长的锯子 文部加点 最大的被子 铺天盖地 最厉害的手 灭手回春 最大的家 是海为家 最快的马 一日千里 最好的记忆 过目不忘 最完美的东西 诗全诗美 最有学问的人 无所不知 最大的声响 惊天动地 最高的人 顶天立地 最厉害的贼 偷天换日 最大的脚 一步登天 最吝啬的人 我的爸爸 是一毛不拔 对 是一毛不拔 你自己去了 你作文写我就写我吧 怎么还造谣呢 我有你写的那么穷吗 没有吗 你给我念念 我的穷爸爸 我的爸爸是一个 马上分四十的中年老男人 他这辈子最害怕的 就是一个几 可是怕什么来什么 为此他还交流 那他便找了一位大师 大师掐指一算 对爸爸说 你把穷子拆开看 你都知道为什么穷了 宝盖逃代表一个固定的地方 八代表八个小时 一代表卖力的工作 也就是说 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卖力的工作八个小时 结果就是穷 他现在求到什么程度呢 昨天连军说他扰民 把他给投诉了 说他求得叮当响 穷到一碗泡面 都得付三点吃 我哪有那么穷啊 你看 我现在零花钱可是很充足的 妈妈怎么舍得给你这么多零花钱 这可不是你那格朗财的妈妈给的 原来你有这么多零花钱 你也花不完 要不然我再去消费呀 这好说 你先把这种萝卜改了 我的副爸爸 好 一会就让你变成副的爸爸